英国在谈判脱离欧盟过程中,被一些华人称为西班牙的香港的直布罗陀问题再次凸现,虽然在几十年前港英时代,香港曾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但直布罗陀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直布罗陀当地如同一个小欧盟,直布罗陀居民是多民族的。 他们既反对本地脱离英国,又反对英国脱离欧盟,可是英国要脱欧了,直布罗陀怎么办?英国与西班牙就直布罗陀主权争议,已经持续三百年,和香港不同之处之一是,这个方圆不过六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是历史上曾经经历无数次血与火洗礼的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这里的金融、博彩、旅游业都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支柱, 在英国加入欧盟多年后,实现了人员货物的自由流通,除了当地有三万多居民外,每天多达上万名西班牙人越过边界,进入直布罗陀打工,下班后越近回到西班牙家里,在欧盟里的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不同一国,虽然两地分别是两国,分别是英治和西治,随着英国和欧盟谈判脱欧,主权等严肃的大问题又再次突起。 2018年末,发生西班牙军舰,游易到直布罗陀严石山附近,用高音喇叭播放西班牙国歌的事件,引发英国和直布罗陀方面抗议。 这种事情过去历史上也发生过不止一次,英国皇家海军通常也是迅速识别查证,予以警告虚理,抗议等等。 直布罗陀虽然至今仍是英国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但英国陆海空军人数很少,皇家空军基地几乎没有战机长驻。 在英西仍有争议时,主权如何维护,最多亲眼目睹英西直布罗陀主权争议的,恐怕是在直布罗陀地标性的大磐石山上,居高临下,观察地区风云变幻的猴子。 直布罗陀与西班牙自然分界的巨大磐石山上居住着一众地中海蜜猴。 它们属于旧世界古老的猿猴的一个分支,它们的老家既不是英国,也不是西班牙,而是横跨北非摩洛哥,阿尔吉利亚和托尼斯之间的阿特拉斯山脉。 这根山脉将地中海南岸和撒哈拉沙漠横断开来,早在欧洲还没有现代国家和国际法之前,甚至早在北非的摩尔人。 在今天的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建立穆斯林政权之前,他们已经被旅行者和商人带到了直布罗陀,欧洲与非洲兼直布罗陀海峡的距离最窄处,只有大约12公里多,这个地中海蜜猴家族见证了直布罗陀的历史。 西班牙人在统治直布罗陀200年后,义主交给英国人,英国人统治这一地区已经300多年,期间曾经历过西班牙单独或联合欧洲强国。 特别是法国多次巨大规模的武装围困和进攻,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反而强,现在,他们是同种类地中海蜜猴、中欧洲唯一的野生群体,他们原来就没有国籍。 他们的生活却和英国人密切相关,英国脱欧恐怕也会让他们烦恼。 迷信的直布罗陀人很早就把直布罗陀岩石山上的猴子们和英国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和治权联系起来。 已经流传欧洲的一个当地传说是,只要岩石山上有猴子,英国人就会永远掌握着直布罗陀,过去,英军很早似乎也就继承了这种迷信。 在二十世纪近百年里,英军如同对待士兵一样,直接关怀这些猴子的生活,饮食起居,给每只猴子建立了档案,包括出生日期、性别、名字、家庭情况有几口、谁和谁是什么关系、住址岩石山哪个部位等。 英军给他们起的名字也很英式幽默,领头的猴子已直布罗陀的英国总督,英国陆军高级将领起名,他的妻子名字则取自总都夫人的名字。 他们每周接受英军按规定标准定期发放的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和干果。 一旦有猴子生大病或受伤需要医治,立即送往岩石山下英国皇家海军医院,就整标准和英军现役士兵一样。 到21世纪前夕,英军大部撤离当地,猴子的生活管理任务交给了直布罗陀地方自治政府,生活在为他们划定的自然公园里,也常有调皮的猴子跑下山,到街上偷游客的东西,法律没有规定对猴子有惩罚。 但任何人私自给猴子位置将被罚款最高4000英法,直布罗陀居民反对本地脱离英国,反对英国脱欧爱护小猴等直布罗陀居民,最关心英国脱欧。 在直布罗陀目前的三万居民中,按民族划分,现代移民直布罗陀的英国人,仅约14%,绝大多数是直布罗陀人,他们占总人口约80%,他们大多数都能既说英语,也说西班牙语,直布罗陀人的姓氏显示了他们的父辈,祖辈来源于欧洲各地,主要的来源各民族的比例大约是, 英国等的约27%,西班牙等的约26%,意大利等地约15%,葡萄牙等的约15%,其余主要来自希腊、马尔他、摩洛哥、法国等的,这里如同一个小欧盟,但他们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公民,在政治上他们属于英国西南选举区,二战之后,西班牙以直布罗陀是英国殖民地的理由, 要求联合国迫使英国将直布罗陀主权回归西班牙,在联合国调停下,直布罗陀居民1967年举行公民投票, 1919,64%以上的比例要求维持英国主权,反对西班牙接管主权, 当年英国为了加强和欧盟的密切关系,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秘密与西班牙政府举行谈判, 讨讨两国共管直布罗陀,但直布罗陀人民得知后怒,于是,2002年直布罗陀再次举行全民公决, 以高达两次也反对英西共管,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民投票中,近96%的直布罗陀居民选择留欧, 反对英国脱离欧盟,但全英国脱欧总票数超过刘欧,投票第二天,西班牙立即发表声明要求英西共管直布罗陀, 但直布罗陀首席部长皮卡多伯斥这一要求称,直布罗陀两次全民公决结果, 表明了直布罗陀人民的意志,说权问题不容谈判, 2018年末,英国国内正就英国首相特里沙梅政府提出的英国脱欧草案争执不断之际, 西班牙再度将直布罗陀问题在欧盟与英国峰会前单挑出来,首相桑切斯说, 如果欧盟不能保证西班牙今后对涉及直布罗陀的事务有特别否决权, 西班牙将投票反对欧盟批跟英国脱欧协议,而梅首相在英国英国下议院解释, 说明,他提出的英国脱欧草案,时专门用了一分多钟谈直布罗陀问题, 他动情地强调,英国和直布罗陀将永不分离,到底谁将能主直布罗陀臣服, 是直布罗陀居民,还是高谈阔论的欧洲政客们,在这个世界秩序乱云飞度的时候, 似乎大家都不确定,也许台湾歌手罗大右偶的一首老歌歌词, 可以反映出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欧洲政治风云,什么都可以抛弃, 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 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